嘿大家好我是MNike 叫我A夢 火一夢 那今天呢是11月聯盟戰45階段 四王的偷懶刀說明啦 那這個四王的部分的話 其實老實講真的是沒什麼懸念啦 就是呃...對就是公主靈 但是呢公主靈就說會有一個問題啊 這個在三階段的時候也有提醒過 就是說這個四王他有一個類似小招啊 就是普攻小招反正他很常放這個技能 他就是會丟一個藍藍的球 藍藍的球會往你的角色移動 那打到你的角色的時候呢 他就會爆開來 然後在你的第一個角色周圍造成一個傷害 也就是說如果你有很多角色都站在這個類似的靠很近的位置的話 他這個爆開就會打到比較多人 那就可以造成大家開UB的速度比較快 所以說如果你放了這一個像這個陣容 像這個陣容這樣子 那放了一個這個留下來 然後配這個公主靈的話 那公主靈他就是不會吃到這個爆的傷害 所以呢 開UB的速度會稍微比較慢一點 就會影響到最後整體的傷害量這樣子 所以以物理刀偷懶刀來說的話呢 這一個卯月的這一刀就是傷害最理想的 那這邊的這幾刀半auto呢 都是最後面會有人可以開啦 就稍微注意一下 在最後一秒的時候開一倍速 看一下誰OK 跳起來趕快按一下 基本上就沒有問題了 那這邊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是說 如果你有想要出三刀這個四王 也就是說 假設五階段好了 然後五階段的時候你的聯盟大家比較不喜歡這隻四王 然後這個四王剩下比較多 或者是說任何原因你需要打這個四王比較多刀的時候呢 這個三連刀我自己個人比較推薦的打法呢 就先打一個這個母音米的這一刀 母音米的這一刀 那這刀打完之後呢 再打一個這個1600萬的這一刀 然後呢 再打這個法刀 那為什麼要這樣打呢 要這樣打的重點的原因在於說 母音米的這刀他必須搭配這個作業符幣 那如果說把這個母音米這刀的作業符幣換成這個血幣的話呢 那母音米的霸斷劍就會斷掉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說 就是如果你砍BOSS的傷害不夠的話 BOSS的UB是會比較晚的嘛 這個如果是常打聯盟戰的玩家應該都會知道 如果你換成血幣的話呢 那母音米砍出來的傷害就會比較低 那砍出來的傷害比較低 BOSS的UB就會晚移動 那BOSS的UB晚移動呢 就導致母音米的霸斷劍剛剛好會斷掉 那導致說 如果你把這一刀的作業符幣換成血幣的話呢 那這刀的傷害會只剩下1200萬左右 所以我自己個人比較推薦的三連刀的出法呢 是出這個母音米刀的時候呢 使用這個作業符幣 然後呢 再出另外一刀 這個公主靈的刀的時候呢 使用血幣這樣子 那雖然公主靈的刀傷害會低一點 但是這樣子三刀加起來的傷害是比較漂亮的 那如果你要出兩刀的話呢 當然就是直接出這個1900然後加這個法刀1950 這樣子就沒有太大的問題了 那如果你會按手動刀的話呢 我目前看到手動刀傷害比較高的應該是這個法刀啦 那法刀的話應該可以打到2000萬 甚至我有看到4000萬的傷害 只是 對於練度會稍微有一點要求 對於打法會稍微有一點要求 那反正我自己這邊測出來的偷懶打法就是在這個地方啦 就放給大家參考一下 我們 escape 硬房重點快速度 先進來就是在這裡 那千萬分之一日 還要是在這方面ock著 另一刀 zaw 北超一多的 把握到最後在那裡的火災 以內的火災 連重火災 在我方的火災 先入場夾火災 搖滅 可以打開 好 可以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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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作成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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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